一家人相聚, 為哀家可守 實在是哀家的福氣 做出如此傷天害你的事 還敢奢望有如此福氣? 為什麼你會這樣出現? 我告訴你會安排你和皇上搭訕 本宮等了三十年, 不可以再等了 紀勇太監, 幫我押他出去, 走 本宮乃是順太肥 誰敢動我分毫? 停手 順太妃不是已經在當年 中稅公大貨之中生故嗎?何解? 惠稟皇上, 奴才得以傳活 就是要跟皇上講述一個關於皇太后 是皇上必須要知道的真相 我要告訴當今皇上, 她現在是認賊作武 因為當今的皇太后 就是當年殺了她親額娘的兇手 順太妃, 實不相容 皇太后已經把當年發生的事和盤託出 她怎麼會這樣做? 皇太后說當年孝淑女皇后 既不斷向她以威嚇迫害 連年幼的免儀都不放過 孝淑女皇后甚至帶同利展 去她的寢宮想傷害救 逼不得已才自為殺人 這個獨虎竟然順口痴王 站得以黑為白 朕命令, 立即說過明白 拿出實據 奴才當年與孝淑女皇后情同姊妹 當今的皇太后, 當年只是和貴妃 為了與孝淑女皇后爭寵 明爭暗斗, 水火不容 那天, 我知道孝淑女皇后 氣匆匆趕往皇太后的寢宮 奴才放心不下, 於是趕過去看看 誰知道奴才去到皇太后的寢宮門外 看到皇太后跟金展刺向孝淑女皇后 皇太后得知奴才目擊一切 要殺奴才滅口, 火燒忠遂宮 並買通如如意, 向外告知 孝淑女皇后因病致死 奴才命不該絕 當年的小太監為福安 把容顏消至盡毀的奴才救起 並將奴才藏起, 替奴才治癒病患 皇上, 奴才忍辱三十年 就要重返皇宮 皇上是皇上親自說明這件事的真相 就是這把金展刺死臣的親額倆 金展相, 刻有和非的皇子 證明這把金展確是皇太后所用 也證明皇太后之前對伊蘭所說的 是皇上是非皇上 外界也是逼予無奈, 錯手殺人 人家 江皇太后,软禁受开工 小慧智还中日风,等下发落 霍六寿训练学院毕业派对感谢祭 这日进行录影 学员们经过十二集的特训之后 终于可以投带四方母毕业了 三位Professor能够见证着学员们 凭着努力和进步 慢慢踏上伴野王之路 他们都觉得很欣慰 接下来就决赛在职 长师兄都希望学员们 能够趁今晚投入点去玩游戏 放松一下他们的心情 松一松 其实这几个礼拜 他们都很紧张 因为都为了自己的决赛表演项目 在努力 今晚大家可以松一松 玩一下游戏 又拿一下奖品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很放松 我光看他们的造型 我已经很放松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做坏人 做恐怖的角色 然后 咦 这么似的 麦家欣这么似的 那张鬼片的poster 真是厉害的 他们刚刚收到风 好像说监制容许 你们一帮学员去顶撞你们 是否有这样的事 好像他们秘密 好像想做些东西 去整理我们三个 我看到有些密谋 但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有没有收到风 但是你说顶撞方面 从来都是有的 哈哈哈哈 所以又不觉得有什么 今天特别容许 现在的年轻人 哇 你以为真是 这么容易就 即是不顶撞你吗 哇 你一早就顶撞你的 是啊 我做的 全部都在公公敬敬 看到我 二十多米远 已经开始在公敬 跪过来 跟我说 sorry 说早晨 今晚见到 葦葦学员 都尽情发挥 所以他们的假扮野天分 假扮什么 真是差点 连他们的本人 谁打谁都不认得 哈哈哈哈 我是黄狗 你那个小声 好似 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这个是 Why so serious 我是Moses 郑永谦 啊 是永谦来的 是 这个非凡哥 是不是呢 非凡哥是我们要说话的 他是 一二三 现在用不需要你教我做事啊 哈哈哈哈 压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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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位是Samuel 哎呀 你都叫了我个名字了 我叫王潤城 那你扮哪个 你扮哪个 定下我 定下我 而这晚新剧 反黑英雄的一班演员 陈山聪 姚梓玲 朱神丽 和张慈豪等担任嘉宾 不知道他们几位 见到一班学员 这么人强马撞 又有没有调底呢 怕什么 不怕了 我们翻译了很多人的 一个重案组 一个PTU 不用怕了 我们有PTU队员 对 队员都有一些坏人 我们混了一些 臥底坏人在这里 怎么都对付那些 马黑白一起对付他 我们在后面 看到他们扮到这么多恶人 那种正义的感觉 是不是立刻飙回来 到时就玩死他们呢 不是 本身我们已经很正义了 哈哈 但是我怕今晚被他们玩死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很疯了 他们全部都 玩了这么多集的扮东西 接着风陆寿三个 又已经是这么玩得的 你想想 有阮兆祥和李思捷在这里 都已经不得了了 还有草男 还有草男 不是啊 我刚才听他们说 可能对着你们会怕有压力 有什么压力 我们除了比他漂亮之外 没有其他压力 除了比他漂亮之外 我们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全部都对不对 我们全部都非常漂亮 没错 都很希望你学习全面 欢迎收看电影全公来 最近澳门终于有港澳第一间的 杜比影院 因为杜比影院的营运成本 真的很高 所以香港暂时比较少机会看到 不如我们现在一起去率先体验一下吧 说起杜比影院 相信對於一群追求極致觀影體驗的影迷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夢幻的地方 其實甚麼是道比影院呢 其實就是集合道比世界加道比全景星 再加上戲院獨有設計組合而成 這三樣東西是缺一不可的 先說道比世界 如果說IMAX是對於大銀幕的追求 道比世界就是對於畫質和動態影像的追求 IMAX的銀幕對比度是8000比1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高 但你們猜測道比世界的對比度又是多少呢 是100萬比1 加上雙激光的放映系統 意味著你看電影的時候 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 顏色、亮度和層次都會是完全另一個境界 就好像你在現場看一樣真實 接下來不如先看看這個星期的芯片速遞吧 長夜盡頭的彌光 講述患有嚴重經前症後群的藤閘即場失意 輾轉來到天文玩具廠工作 在新職場遇上因為患有驚恐症 而錯失帶好前途的同事山添 兩人同事天涯倫樂人 既非有達亦非戀人 但卻慢慢學會互相扶持 壞蛋掌門人4 一班可愛倒彈的minions迷你兵團又來了 這次壞蛋西利哥再次升爹做老豆 這個初生兒子兼接班人西利B 每日總是包咬頸弄古作伐 而這次西利哥的宿敵 惡耶麥斯和女朋友剛剛途獄成功 誓要向西利哥復仇 還搞到他們一家大逃亡 究竟他們最後能否成功對抗惡勢力 無聲絕境外傳 搜集日 這次故事帶領觀眾回到絕境的第一天 當阿Sam在紐約市中心看完表演 打算去探Pizza之際 無數外星生物突然從天而降 隨意攻擊人類 在殺陸聲和慘叫聲鎮以欲龍的情況下 僅如的幸存者開始了解到 任何微弱聲音亦足以致命 阿Sam大難不死 認識了同樣在惶恐中求生的Eric 兩人希望逃過外星生物的獵杀 趕及登上在港口的撤離船隻 而我們最近亦和兩位演員 包括曾經榮獲奧斯卡 最佳女配角的Lubita Niongo 以及Joseph Quinn做了一個獨家專訪 其實是否很難以為 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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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整個主題的挑戰 保持這個感受和表情 保持這部份的影響 我和Lubita都說了一點 我們都知道那是主題的工作 保持這部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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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份的聲音是從哪裏來的 而且一種聲音 例如有隻鷹飛過 是可以由一邊的喇叭 逐個逐個跟次序發出 形成一種動態音效 試想一下你可以很獨立 很清晰地 同時聽到電影裏面 不同的聲音移動 是真的會好像置身在現場一樣的 而且其他制式 對於坐在不同座位的影響 相對會大很多 倒比全景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再加上坐在這麼舒服的座位 看電影 絕對是一種享受 接下來先看看 香港這個星期的票房龍虎榜 這個星期的票房戰況 截至6月26日中午 第三位 有大食懶咖啡貓 和失散多年的爸爸阿肥 展開爆笑冒險的 咖啡貓勇闖世界 第二位 有由小說改編 口碑在道勾起 無數九龍寨城情懷的 九龍城寨之圍城 而第一位 有改編自 荷里活經典電影 無數港 由劉青雲和吳振宇 聯合主演的談判專家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 電影全攻略再見 拜拜